美国众议院在12月18号 经过漫长的11小时大辩论后 正式通过总统弹劾案 民主党下众议院多数优势 以230票赞成 197票反对 一票弃权的结果 通过对川普的弹劾案 但和川普的两项罪名 包括指控他烂权施压乌克兰调查他的政敌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 以及妨碍国会对此事件的调查 然而投票结果显示 所有共和党人都反对这项他们认为的默须有指控 但民主党人有三人投下反对票 另外 夏威夷州的加巴德则两次都投了弃权票 他表示自己既不能接受川普 也无法接受其他民主党人的政治性弹劾操作 因为民主党发起这个弹劾 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的一个单独一个党派发起 而且在其本党的内部也都有人不赞同出现了否决票 也就是说这个弹劾 它不过是民主党处于党派之私的一个政治操作 根据美国国会章程 在弹劾案通过众院表决后 众院院长裴洛西将把全案送交参议院 藉由参议院启动弹劾审判 接着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将取得协调证人清单 应证程序 调查方针的安排主导权 之后参议院100席议员才会发起定罪投票 由于目前美国参议院以共和党为过半多数党 再加上2020年又是美国的大选之年 舆论普遍认为参议院不可能定罪弹劾审判 而民主党企图在选举前 强行拉川普下台的成功几率几乎为零 而如何捉到弹劾风波来左右选旗 也就成为这场激斗的真正关键 对于投资者来说 他们似乎不认为弹劾案对川普政府有影响 美国金融市场持续看涨 19号 标普500指数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继续创下历史新高 18号 盖洛普也发布民调 显示川普声望有9月的39% 暴升6个百分点到45% 该调查是在12月2号到15号间进行的 发现独立选民对川普的支持度 有34% 大增8个百分点到42% 89%的共同党选民支持川普 民主党有8%选民也表示支持 民主党的大佬 希拉里 他是代表民主党说了句实话 他对媒体说 川普占据了所有的好处 好的经济数据 好的就业率 民主党在2020打败他非常困难 所以一场明明知道不可能成功的弹劾 目的不是在于弹劾成功 而是对总统进行污名化 有网友留言说 美国人使劲折腾总统 中国统治者则使劲折腾老百姓